最近的蛋价低迷 云林县政府为了帮助蛋农 举办了晕蛋圆满蛋倒服气的活动 就是以限时限量低价的方式 把蛋促销给当地的民众 台中市政府也将在15号举办 第二届台中国考节 要推广台中振兴经济 一早云林县政府大楼大厅大排长龙 男女老少都有 他们全都是来买鸡蛋的 12号云林县政府在政府清明大厅 举办云淡圆满蛋倒服气道的 鸡蛋推广活动 以每核10颗3盒100元换算下来 每核不到40元的低价销售 回馈在地民众 最近因为蛋价低迷 现在的蛋价大概跟成本 大概要差距5块钱 成本每台金大概要30块.5 但是现在的卖价 大概只有在25块5左右 所以每卖出一斤的鸡蛋 我们的蛋龙就损失5块钱 由于现在蛋市场低迷价格不断下跌 云林县政府为保护蛋农全影举办活动促销 6点半的来 6点半来在前面 但是一个人家有 我都买三个而已 没关系 民众也相当热衷参与 甚至抢头上的富人 更是一大早6点半就抵达现场排队 为了购买这限时限量的产地价 近日不仅这起活动 台中市长卢顺润举办了第二届台中国考节 由15号展开为期一个月 满桌丰盛的食材各样锅底 顶级肉类收紧眼中 一旁还有各样的食材菇类放在烤盘上 让人看了失之大动 不仅如此台中市政府跟邀请超仙气的东海市姐弟 一同亮相为台中郭考节一同宣传 不过这次台中郭考节也推出新的参赛规则 只要拿过第一的店家隔年皆不可参赛 台中新发局也回应表示希望将夺冠的机会 让给其他店家 大家记得这种报告